TVBS今天的看深度 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其實現在台灣青年族群 有所謂的低薪 還有月光族的狀況 還有這些就業困難 其實統稱就是青年貧窮的現象 而且已經持續了多年 根據台青年政策動向調查 其實很多民眾 對於青年世代貧窮相關的議題 認為迫切性是有高達7.89分的 那麼大家會認為說 到底為什麼會有青年貧窮的狀況出現呢 有專家就分析了原因 包含了兩岸經貿的開放 台灣資本蹊盡 另外還包括了服務業彈性的僱用 也導致實質的薪資來降低 所以現在的台灣青年 也出現所謂的艷世代 崩世代 三拋世代 也就是無法供養父母跟子女的一個狀態 但是其實不只台灣 有出現青年貧窮的狀況 包含上是美國 他們也有很多青年貧窮 來抗議企業 用金錢來影響國會運作 還有富人非常的貪心的狀況 另外包含像是在中東 其實經濟環境相對來說 比較好的以色列呢 也爆發了所謂的帳篷革命 就是要來抗議 福利縮減還有財富集中的問題 另外還有像是日本 他們也發現了 食物銀行現在居然有非常多的學生 會到裡面來喔 因為他們發現說現在的學費 真的是蠻貴的 加上疫情之後 打工的機會比較減少 當然了也壓縮到了伙食費 好那我們剛剛講到的是 這個青年貧窮的問題 但是像是在日本 其實也面臨人口老化 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喔 他們推估說現在超過80歲以上的長者 大約有1259萬人 佔了總人口超過10% 這也代表什麼 代表平均每10個人呢 就有一個人超過80歲 這也創下了他們有紀錄的新高 另外還有包含像是 超過65歲以上的長者 有3623萬人 這麼多佔了總人口的29.1% 那當中男女的比例是如何呢 65歲以上的長者 男性大約是1572萬人 女性大約是2051萬人 雖然這整體的數字 相對來說比2022年減少了1萬人 但是因為出生人口比較少的關係 所以這整個比例還是 佔總人口還是提升了0.1% 也創下了歷史新高 好那我們看完這個青年 還有老年化的問題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中國大陸人民銀行 在8月15號的時候 宣布再度降息也震驚了市場 那各界都認為說 中國大陸現在經濟惡化 經濟下行 甚至疲軟的狀況 已經超乎了市場的預期 而人民銀行降息 也引發日元 韓元還有新台幣等 對美元持續的來貶值 浩大的工地 只剩下一些工人和機具 工程已經完全停擺 原本是中國大陸 房地產模範生碧桂園出現了流動性危機 因為房子賣不動 新屋銷售慢 商辦承租量也減少 碧桂園停牌消息 也讓當地居民憂心 對於我們普通百姓來說 就是關心的還是說房價 這個對房價會不會有一些影響 我們更關心的是 跟我們息息相關的一些 比如說價格問題 然後我們的消費問題 包括教育 當地居民也受到了 經濟疲弱的危機 而中國大陸 從年初疫情解封後 經濟復蘇乏力 為了挽救經濟 中國人民銀行 8月15日祭出雙降息 在不到三個月內 兩度降息一年期 和七天政策利率 人民銀行指出 這次調整 是為了維護銀行體系 流動性合理充裕 但市場解讀 人民銀行無預警降息 顯示大陸經濟前景堪憂 才需要當局 以更大力度救經濟 主要原因是 因為中國大陸 它現在本身的經濟 出現這種類通縮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 它的通貨緊縮還沒有完全符合IMF 它所規定的這種定義跟標準 但是它目前的這種國內的經濟 就是生產者跟消費者 都遞延經濟活動 而人民銀行的降息 除了牽動人民幣匯率重貶之外 也引發其他主要亞幣 像是日元 韓元 新台幣等 對美元都持續貶值數日 我想其實這一次中國大陸的降息 最主要還是來自於他們國內的一些 相關房地產的一個問題 那為了要去撐住房地產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當然就不得不 連續進行降息的動作 現在目前看起來 人民幣即將要扁破歷史心底 一位大型金控高層分析 人民銀行降息 就是因為看到金融體系 三年期定存商品規模 竟然創下2015年以來的新高 而且7月的中國銀行放貸量 新增貸款不僅是2009年以來的最低 還比6月大減89%超乎官方預期 這也意識到大陸通縮的情況 可能比想像中更嚴重 以目前來看 亞幣進扁潮最大的贏家就是日本 日元月扁資金流入的越多 而且也帶動了國內的企業獲利 根據豐田本田日產三大汽車 截至6月底的財報來看 都比預期高出6%到21% 主要包含三大原因 一是日股的本益比 相較美股落後一大截 使投資人認為相對安全 二是日元匯率貶值有利於出口 第三則是日本企業 因為先前長年的經濟不振 賬上的現金流非常多 也讓投資者吃了定型丸 現在日本的貨幣政策對它的出口是有一些拉抬 但是其實對這種內需也比較不利 甚至就是說一些企業它要更新它的一些設備的話 那進口設備進口原物料其實這個價格又相對會比較高 但目前台灣和韓國的出口表現不佳 主要的原因還是受到歐美需求疲弱的影響 即便透過貨幣貶值取得價格競爭的優勢 也不見得能拉抬出口只能順勢而為 如果今年下半年第四季開始 順應著資通訊相關電子科技產品的出口的一個增長 或許我們的出口轉強之後 台幣的匯率也有機會在這個地方有轉強的機會 台灣其實基本上是主要是以這個獨立的貨幣政策 跟這個貨幣的自由流動性為主 所以其實當然相對程度來講 我們也是有相當程度是犧牲掉了匯率的一個狀況 當新台幣持續貶值的過程發展過程當中 台北股市場的表現相對壓力就會比較大 而在整個亞洲經濟體中 日本 中國大陸現在同樣都採取寬鬆貨幣政策 但兩個國家的貨率走勢卻是兩樣型 也使得人民銀行陷入匯率苦境 TVB的新聞 何將來謝丹慈 台北報導 講到貨幣政策 其實這一週呢 全球很多的國家的央行都會來公布 相關的貨幣決策 目前預估美國跟日本呢 是有可能是按兵不動的 另外包含像是英國 瑞士還有瑞典銀行呢 都有可能會升息一碼 另外土耳其有可能會升息5個百分點 中國則是有可能會繼續發錢 巴西預估會降息兩碼 那麼其實除了貨幣決議以外呢 其實難民相關的議題 在最近也是浮上台面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美國他們就發現 這個移民人口數又創下了新高 去年成長了100萬人 總移民人數來到了4600萬人 比起過去的四年的總和加起來還要多 那麼他們也普查說這些移民大約都來自哪裡呢 包含像是印度大約有13萬人 另外還有中國大約有8.6萬人 還有委內瑞拉大約有12.2萬人 另外移民的問題其實除了不只是美國 那另外還包含像是意大利南部的小島 其實在上個禮拜呢 就一口氣湧入了8500名來自北非的難民 這個人數不只是創下新高 當然當地的居民也是忍無可忍 意大利的總理呢 也到島上來視察 但是居民可以說是非常的憤怒 就連意大利總理脫口說 會要加強撥款援助的時候 居民可以說是直接打臉 直接說我們要的不是錢 要的是趕快把這些難民 移到歐洲其他地方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 和歐盟支委會主席范德萊恩 才抵達南部的拉姆裴杜薩島 立刻遭居民團團包圍抱怨難民危機 我們有一個公司的公司 要加強撥款的公司 要加強撥款 但這是一個公司的公司 要加強撥款的公司 也就是這個公司的公司 居民怒氣衝衝因為難民人數實在太多 也只有 也只有 短短三天只有高達8500人 抵達小島尋求庇護 人數之高甚至超過所有島上人口 现在小岛只有混乱 两个字能形容 不止难民累到爆发火气 许多人连遮蔽帐篷都没有 大人小孩只能睡在 检疫床架 不知何去何从 还有妈妈带小孩 在海上漂流一周 由于这个小岛 位在意大利最南端 本来就是北非难民登陆热点 意大利当局尝试将人 送往西西利岛等地 却还是赶不上难民涌入的速度 根据统计 今年抵达意大利的难民 已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平民欧洲各国对收容态度 转趋保守 意大利小岛居民 耐心被逼到极限 只希望当局别互踢皮球 赶紧找出安置难民的方法 有新闻终合不倒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